封平湘新社国小22号是举行了民主实验小学教育街牌典礼活动 而新社国小学生是族群相当多元 也因此就特别以新社部落格玛兰族与巴都隆岸 意思就是传播停靠的地方来命名 那么这一项教育计划的实施不仅是为学生开启了新的学习里程 也为新社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新社格马兰头目带领与会嘉宾昭告祖霖 也为新社国小实验教育祈福后在众人见证下 新社国小巴都隆岸实验教育正式启动 是新社国小巴都隆岸实验教育正式进入 圆明会也很自力推动整个民族教育的工作 目前已经推动有11个族群 44个民族实验学校 蜂蜜香新社国小学区盛广 学童组成也相当多元 包括了阿美族布农族人 Sakiraya以及格马兰族人 自律发展在地文化的校方 努力推动争取并且顺利接牌启动 巴都隆岸实验教育 不仅地方支持全小师生更是兴奋不已 这个学校有机会去新生去转变去开创这样子 那感谢在座的每一位你们今天的来临都给孩子很大的鼓励跟老师 实验小学的成立使我们原住民的一些很多的文化具都能够交给我们下一代 维花令县第六所原名实验教育学校的新社国小 因应校内多元族群学童建立了一套融合在地不同族群的课程架构 让学生们不但学习自身文化 也学会多元包容的胸怀 多族群的实验小学是一个挑战 那也是一个特色 那我们在还没进入实验小学之前 就在足以课的时候用三足共学 就是同个生活实践的课程当中 有阿美 葛马兰 布农一起去做教学 那在语言学习的同时也学到文化 也学到生态智慧 新社国小拔德龙岸实验教育正式启动 不仅是为新社文化的传承发展注入新活力 台湾原住民族族群文化教育 也从拔德龙岸传播港湾生根发芽 记者张明泰是玉兰 风斌采访报道